哈喽大家好 今天的话题呢是跟 马桶的故事有关系 在还没讲这个故事之前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要如何把这个马桶盖弄好 那么今天我就拿了两个马桶盖 这个是这样子的啦 第一个是它的形状是四方形的 然后第二个呢 它的形状是草方形的 ok 这个马桶盖我们要怎样装呢 你看一下这边呢 ok 这边呢其实它是有一个洞的 然后这个洞呢 你们是要把这个棍子装进去里面 那么我们是要怎么弄呢 第一就是你先把这个盖子推一推 然后拉出来 好 然后呢你就把这个 这支棍子呢放进去 因为这个是一个调动 调整这个方向的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盖子呢再装回去 好了 基本上是这样子 好 它的棍子呢当你装了之后呢 你就必须要把这个盖子拿装上去 好 所以 就是这样子啦 好 那么中间呢 中间呢 这里就是我们常常做的那个马桶盖 马桶座 好 那么你这样子装上去了之后呢 弄紧了之后呢就好了 那么第二个呢也是一样啊 啊 这里有一个就是个洞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装进去 装了进去之后呢 然后你就再放这个 啊 这个装上去 然后再来 把这个 这个螺丝弄紧 啊 基本上是这样子啦 好 装紧了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这样子啦 啊 ok 嗯 那么 这个装的马桶的这个过程呢 就已经弄好了 为什么我会跟说跟马桶的故事有关系呢 在我装这个马桶的马桶盖的时候呢 我就有发生一个一个小状况 那么就是说 啊 我的那个 啊 你冲水的那个 那个水缸啊 啊 啊 冲马桶的那个水 那个马桶的水缸 啊 突然间就阻塞了 那么阻塞的时候呢 我就找 找不到它的原因出在哪里 我就以为冲水的那个 那个 水管啊 啊 出装框 可能已经很久了 那么我就打算把它换掉 但是 当我买了这个 冲水的那个马桶新呢 啊 装上去之后呢 发现到 那个马那个水呢 还是冲不下冲 冲不下来 还是冲 还是 它的水水量还是很少 我就觉得很奇怪 过后呢 我才发现到 在那个 冲水马桶的 盖子上面呢 其实我之前有放一块布 那么那块布呢 就突然间它就 掉进那个 水水缸里面了 啊 然后 它就冲 过后呢 它就 它就冲进去 冲进了那个 水水管 它想叫救命也不能了 因为它是一块布嘛 怎么叫救命 然后 找来找去 还好 也找不到 也找不到原因 然后 过后呢 我就发现到 要不然我冲这个水水管 再拉出来看一下 是不是里面有什么问题 然后 才发现到 原来它真的是 那块布 是不小心掉进了 掉进去 然后 掉进了那个水缸里面 然后冲进去 那个马桶的水管里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我就发现到说 如果有问题的话啦 我们就必须把那个 找出那个 问题的那个源头啊 因为 啊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问题 找出来呢 就算你在用再多的方法呢 可能也是于事 因为根本 都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如果 能够把东西弄得 很顺利的话 我们就 我们就经常不要去为难别人 最重要 我们把东西弄好 就好了 不是吧 那么今天就到十位 我们下期再见 有什么事 你跟他说 有什么事 是 有什么事 是